畫面中可以看到 晚間十點多 天色昏暗 身手幾乎快要不見五指 大批搜救人員聚集在步道路口 用頭燈照亮地圖 規劃搜救路線 並分隊展開搜索 我走到哪邊 我們會走到哪邊 你們可以 你們走到下面會跟礦場的人會合 這邊會會合 二十八號晚上八點多 一名男子受困瑞芳參光遼山山區 打電話向警銷求助 消防局隨即出動 戲指中隊 瑞芳以及九份分隊 十四名警銷和六名一銷 共計七車二十人前往搜救 在晚間十點多 與燦光遼山步道口集結後 上山尋人 據瞭解這名男子早上八點多 從新北雙溪牡丹地區進入山中 卻在燦光遼山區迷路 一直到晚上八點 人找不到路 由於隨身攜帶的水以及嗑完口渴難耐 才打電話向警銷求助 男子表示自己停留的位置 有在施工還有挖土機 警銷依此推測 男子可能受困在草山 戰備道與燦光遼山之間 並針對這個區域進行搜索 目前人在搜救當中 黃鮑魚干貝A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馬上升級 它蛋白質是雞肉啊 是牛肉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礦物質遠高於魚翅啦 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